就是現在朱立倫跟江啟成分別都提出了政見 那麼現在呢在國民黨內有一個聲音 就是大家開始要選邊站了 那我們就先來看到是這個朱立倫跟他呢 理念比較相近的就是連勝文 所以連勝文還因此呢辭掉了智庫副董 好他說呢兩岸的問題並非唯一的挑戰 好背後未來還是會陸續的挑戰等著朱立倫 那麼朱立倫呢其實他背後有軍系聯系 還有立委跟青年黨團在駐威 不過其實江啟成背後呢也有紅黑大佬 因為他在這個宣布說他要競選連任的時候呢 紅黑大佬就陪著他一起出席 那麼另外呢甚至紅派大佬甚至還說的是 台中人要挺台中人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兩人分別提出的任務跟政見 朱立倫有六大任務 他強調說贏得選舉還有強領導 就連國際還有這個通兩岸 甚至呢青年跟黨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 這個在意的這個政策 那另外呢是江啟成他提出五大目標 當然就是未來的公投過關 那麼全面要推動兩岸交流 2022年他期許說執政縣市可以超過15個 提名明星級不分區前三名 以及2024的總統 好要勝選 好另外還有國會過半啦 但是呢根據黨務的人士就分析了 其實兩個人的路線差別不大 馬上有一個決勝點喔 那麼就是侯友宜了 因為侯友宜可以說是最佳的綠葉 因為現在侯友宜的這個聲望聲量 好都是非常非常的明顯的 那我們就要來看到了9月15號 國民黨黨入席的選舉就要登場了 這一場攸關是2024 重返執政的選舉很重要 包括了前彰化信長朱伯遠 也拋出了這個要辯論 他想辦個辯論會的想法 中共董事長趙若康甚至也說 一場不夠至少要變個三場 我覺得候選應該變了 而且不應該只變一場 我覺得起碼應該變個三場嘛 那真理越變越明 大家想知道嘛 這個候選人到底當選黨主席以後 要把這個黨帶到什麼地方去 要把中華民國 把台灣帶到什麼地方去 那就想聽的我想一定 譬如說兩岸政策 那到底國民黨兩岸政策是什麼 那麼另外就是呢 在中美兩強這樣對峙 甚至對抗的這個情況之下 國民黨要把台灣帶到哪裡去 中華民國要怎麼辦 國民黨的定位是什麼 我想這些都是民眾關心的 當然另外就是2022怎麼贏嘛 2022有這麼多的縣市長 縣市員要選舉你怎麼贏 怎麼保有現在的14席同時 台北 台北市 桃園市 基隆 怎麼拿回來 甚至高雄能不能贏 繼韓國瑜之後再創一個 這個政治上的奇蹟 我想都是大家關心的 國民黨主席當然要變啊 而且早就該變了 到底國民黨路線對美國 對中國大陸你要等距嗎 或是要親中嗎 或是要親美嗎 或是你另外有別的看法 又或者是像是前陣子 在討論的九二共識 在江啟成主席上來之後 其實一度針對九二共識 是不是要重新定位 是不是要重新定義 也曾經有過討論 結果後來不了了之 現在也是應該好好的變得清楚 然後再來還有像是很多的 比如說老蔣功過啊 促轉會啊 黨產會啊 不斷的追殺國民黨 那是老蔣 蔣介石 然後這個小蔣 蔣經國時代 是不是白色恐怖啊 是不是威權啊 然後這些黨產怎麼定義啊 國民黨自己怎麼看待 是這個功過對半開 三七開 又或者是說你們要主張 這個國民黨的貢獻是什麼 然後呢 曾經有面對過什麼樣的錯誤 就好好的變清楚啊 對於黨主席的選舉呢 我是主張可以去辦一場辯論會 那因為第一個是說 現在黨主席選舉 其實的熱度並不知道很高 所以很多的黨員 他們也未必已經知道說 我們有在選黨主席 以及大家的主張是什麼 第二個事情是說 其實有很多的 比如說兩岸的路線啊 然後或是對於外交對美的關係啊 甚至說黨務如何改造 這都是黨員蠻關心的這個議題 我想辯論會呢 不只是彼此的交鋒 更是一個呢 向廣大的我們的選民 以及黨員呢 陳述理念的機會 好 那我們照顧來看了 是國民黨黨主席 江啟臣接受專訪 強調當選之後呢 會預駕輕爭 跳下來帶頭參選 縣市首長 那麼中共農商 趙少康就認為說 江啟臣當選 可以去挑戰高雄 如果朱立倫當選 則是可以前進桃園 那麼自身媒體 朱凱翔則建議 在確保桃園 跟台北能夠勝選的前提下 如果黨主席適合 那麼就去選 如果不適合 就安排最適合的人選 黨主席預駕輕爭有兩個作用 一個就是鼓舞士氣 比如這個地方大家知道 不容易贏了 但是我就是趕下去 跟你拼 跟你搏鬥 然後把整個黨的士氣帶起來 第二個就是說呢 他去了會贏 別人去了不見得會贏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江啟臣 如果當選黨主席 他可以選擇高雄 因為高雄上次韓國瑜贏了 但是呢 後來補選輸了嘛 那我覺得對江啟臣來講 預駕輕爭 同時呢往南部 往艱困的選區去 我想這個是有一個 這個示範的作用了 那如果朱立倫當選黨主席 我覺得他可以到桃園市 我覺得會贏 因為朱立倫曾經當過桃園的縣長 不過那時候還沒有升格嘛 那現在不一樣的升格啦 那以朱立倫過去在桃園的政績 我覺得他會贏 雖然國民黨也有其他的優秀候選人 但是我覺得朱立倫的勝算是比較大的 桃園拿回來 這個選舉呢 其實就已經剩了 差不多三分之一了 台北市拿回來 這選就已經剩一半了 所以這幾個地方是重中之重 公民黨主席 要不要乾脆具體一點的 就聚焦說 台北市跟新北市 你的佈局是什麼 四位候選人都可以來談啊 台北市你有沒有把握光復 桃園市你有沒有把握光復 而至於主席 是不是要御駕輕爭 我覺得主席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先確保台北市跟桃園市 你都要拿下來 而在你都要拿下來這個前提之下 你是適合的人你就上 沒有什麼第二句話好說 但如果有人比你更適合 你就要確保他 會出現在那張選票上面 請記住